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仁川亚运会乒乓球 男子团体半决赛 第三排的单打师张继科 对村松熊斗 男女单打第一轮 包括混双的比赛已经开始 另外来自山东 世界排名第四位 1988年出生 身高1.78 教球选手村松熊 确实是一位极有特色 本次当中他是第一次 打这个团体的半决赛 那么人在这个楼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刚才在我右侧 二也是萧球打法的选手 他笑着一直在 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的 消球类的打法 因为他总是出于防守的状态 所以看看接下来的 他的表现漂亮 这个动作很超越 另外 有绝对的 随着双方的对场地 对对方球路的一些适应 这个对消球会越来越有力 出手会异常坚定 第一次是 我说明天明明亮 运动员 他是想让他边允目的 中国肯定是 运动员 冲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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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他很适合打销球这个打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说个载的人 也不是说不能打销球 只是他照顾面积小 能控制旋转 他不是很怕 对方的弧圈加转 就不吃旋转 变了几局 所以我想张继科应该 既要做到 但同时也要做拉锯战的准备 因为对方随着越来越适应他之后 可能不会像第一局那么轻松 那么整体能不能很好地把握 这种感受大不一样 也是有很多必然的因素 对每个运动员的这种 我想如果能够及时地调整状态 按照下面的比赛当中去 这个我觉得是樊振东 樊振东 我相信 樊振东还会积极地请战 希望能够上决赛 不要动 Recht National 复东 继续 Cat 这是 G bus Tep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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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的赛制是抢三 了解和之前看到他的清澳会的和樊振东的比赛 我认为村松呢 好球 干脆利落 三下两下能够缓输的准备 这样的话张继柯呢 也更好地能够掌握 自己的 比赛昨天是1比3输给了朝鲜 没有进击四强 这样张继柯11比3 拿 争夺来看 他持盘的这个手啊拿得很高 拿得很高 他这个销球的控制旋转的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这三局里面我看他攻的还是太少 你看这种球 他攻 二领先 好球 好的 这样张继科 3比1 3比1的比分 战胜了春松熊男子团体的决赛 那么他们将和 大家看在画面大比分的是2比1 韩国队领先 我们也预祝在明天的 团体的决赛当中 中国队能够为我们延续辉煌